啊吼,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生命的心,我們會生、會別的心,在想像我 涼頭起來,要生出來,又不起來,又生出來,又不起來,又生出來,又不起來 那個吼,那個生涼頭出來,那個就是不生不灰的真心 那就是我們扶生的本體,那個生出來,生出來,生出來 那個它的功能作用,這樣知道嗎 啊所以吼,你看看,那生命的心,到不生不灰的心,是不是一樣一體 一體要兩面,這樣會了解嗎 佛祥你怎麼聽到有沒有,有吼 從我們想到,一定都要找那個吼,不生不灰的心來想 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心,都一直在生別,生別,生別 那生別的心,是我們活生的功能作用,不是本體 啊我們要生分,一定就要,回來本體才會生分 對,啊用本體來生,才會生 用功能作用,我們將生都用功能作用,起 這個攀岩喔,可以怎麼講 所以吼,大家討論就更了解意思了,就是我們用功能作用去攀岩 所以吼,大家討論就更了解意思了,就是我們用功能作用去攀岩 然後就一直在,吼,六道輪迴裡面,輪迴不息 所以我們就要了解說,吼,我們是怎麼怎麼都想不到 就是沒有找到這個不生不灰的心 啊,我們要知道說吼,那個所有的生別的心,都也是這個生出來 就是那個吼,不生不灰的福生本體啊,他只要有那個靈力生兩頭 啊,我們都沒有去跟他看那個生出來的本體 都在那吼,生出來的兩頭,啊抓著就很走 吼,布袋要看著,吼,趴趴趴走啊 就是這樣,吼,所以我們就要吼,要想到 吼,所以各位前年,你相信我哪有意義 你就真正向他管教說,我兩頭為何生出來 吼,開始要起心重量嘛,起心重量的時候吼 那個吼,我無法多生兩頭出來,那個吼,那就是不生分體 就是不生不灰,就是那個在作分啦 我們要受我生父就是那個啦,那個會生兩頭那個啦 這樣會知道嗎?